主啊 剛剛我星期一和星期五帶領聚會 我就帶那些人投入愛慕神 去呼求神 親近神 兩天都是講到學慕親近神 神很大力使用 尤其當他們集體一起去親近主 愛慕神 我教他們從心靈發出呼喊耶穌 啊 來了人 他們的宗教釋放是很多喜樂 這次是兩批人都有很多人經歷喜樂 也都有很多感動啊 很多是他們的憂傷釋放啊 很多見證啊 那我呢 遲些會交給Ratual 可以將它擺在上網 那全部都是錄音來的 那我感謝主日神大大的工作 都希望大家學習怎樣在聖靈的運作 將來有機會你去為人祈禱 或者甚至帶你聚會 帶你的人祈禱 怎樣一起經歷神 那我們現在請一下明神出來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平信 那星期一就跟葉莫斯去服侍 去到那裡 我很欣賞他們 我都有一個很渴求的心 和很投入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特別 葉莫斯只是跟他們上手唱詩歌 他們就很喜樂 他們這麼多次呢 這次是我最深刻的 其實人呢 有一個渴求神的心呢 神的聖靈自動在他心裡去動工 去做事 那麼他們來教呢 每一個都是這麼喜樂的 但是我之前見過那些是 就是沒有這麼提心 這次是 每一個都是這麼投入 這麼提心 就是去到一個地方呢 他們就是 每一個都這麼投入 這麼追求的時候 在那裡呢 那種力量呢 是很大的 其實過去那幾兩個月 我一直都不舒服 不過當中有些事情 我又不可以在這裡講完 那麼呢 我去到那裡 我之前都有為自己祈禱結證 但是都無效 我去到那裡坐下 聖靈就要我去祈禱 當我在那一刻祈禱去結證自己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立刻是舒服的 就是我靈裡邊是有力的 我這幾天呢 個人都精神了 回復了 好像以前的狀態一樣 其實過去那幾天是很不舒服 我不懂得怎麼去表達那種不舒服 那種不舒服又不是真正的病 但是就是睡不著 當我自己很軟弱的時候 睡不著 然後我又減冒 減冒了整兩個星期 不過很感恩 經過這次的經歷呢 我自己會提醒自己 怎樣去面對一些事情 怎樣去小心去處理 很感恩 感謝主 將榮耀重災交給主 Lun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